现场黄建廷616号受邀在远见杂志2016年第三届两岸经济论坛当中 在台北市张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受邀担任奖者 为各届领袖主讲偏向也可以很智慧 那么现在呢大家都知道 我们尤其是企业也知道 就科技智慧型的城市智慧型的设备 台东由于近年来在各方面表现亮丽深受肯定 尤其是在建构智慧城市上的努力让人刮目相看 因此特别邀请县长黄敬廷分享他翻转台东的心得 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发行人王立行女士 介绍黄县长上台时也提到 在最新的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县长又缠连了五星级的县长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到怎么样把它变成根本就是一个产业 根本就是影响整个台东未来的发展 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是从柏林的野孩子 一个闲置废弃的地方 怎么样因为ICT因为科技的产业 变成是一个新的戏骨 台东的TTmaker就是这样的概念产生的 现在我们跟台东大学跟产业合作 提供经验 提供技术的服务 提供各种空间跟商业媒合等等 这个概念是这样 先把台东的TT crowd大数据建置起来 其实很多这些资料都存在 但是都没有把它先建置在一个 这个crowd里面 在基本生活获得改善之余 黄建廷县长积极为建构智慧城市布局 也将智慧化、国际化、教育生根以及环境永续 来列为现阶段施政的四大面向 东台讯文部的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